大家好 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成就攻略 成岩巨猿人物勇气的余晖 91勇气的余晖 成岩巨猿人物无归原主又归原主连队消失在生岩九二 塔烈心之书 成岩巨猿遗迹巨蛇 93到94 光之流一抄古代文明遗产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勇气的余晖界的任务 界的任务移动需要商天时间 我们需要在队伍里面准备热跑的快的角色 之后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界的营地 无名遗迹下方界的棋皮点 到了棋皮点之后 我们直接过来和界的志雄对话 好对话完成之后 他会叫我们去放直信标 我们打开地图 一处一处来 我们先来到营装侠道这个棋皮点 到了棋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东南方向 从这儿跳下去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任务标几点 来我们把地图放好 之后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最左边这个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不用动方向 静止朝前面飞 就能看到我们第二处需要放直信标的地方了 我们来放置一下 灌制好之后 我们再打开地图 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 这一个地下水泽 左下角的地图 到了提皮点之后 也是不用动方向 我们朝前面直接跑 直接飞 来到这之后 我们朝左手边走 不要进去 然后贴了这个走 就能看到第三处信标 我们来放置一下 之后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 无名遗迹上防界的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也是直接朝前面 这里动手飞出来 然后向着这座 倒旋的塔里面飞 我们向下降照度 小心一点 这还有一只华丽宝箱 我们直接再向下降 一个虾头冲击 然后来调查 好的之后我们 打开地图 来放置最后一处信标 来到这个 齐驱石亭下方 再下方记得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也是没有弄方向 静止朝前面飞 走上这座断桥 我们朝着南方向走 然后 靠向我们的右手边 我们要爬上这个石柱 来背面爬 这样就不用管 遗迹中阶了 我们爬上去 来 来 来 放置我们的最后一处信目标 好 放好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章材的营地 到了营地 我们朝前走 和他对话 就能完成第一天的任务 现在是限时时间第二天 第二天上线之后 就会让自动罚放进的任务 落日当归 我们来营地和他 借着警务对话一下 对话完成之后 他叫我们去找 智琼 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 这个 西区师厅 这个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直接朝前面飞 走上来 然后我们要先清波怪 好解黑道 经过一段对话 我们就会回到营地 然后把警务的躺 来交给智琼 就能完成我们第二天的任务 到了限时时间第三天上线 就能自动切到一个 紧急威忙的任务 我的时间还不够 我先说一下 要怎么做吧 我们来到 这个提皮点 营地的提皮点 就会看见 很厉害任务的打堂号 我们来和警务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他告诉我们 累的智琼消失了 我们要去找了 坐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先来到 地面矿取 游离峰 右边的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不用动方向 直接朝前走 去找我们前面这点PC 木拟 然后他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就能完成我们第三天的任务 之后我们再打开地图 回到剧院主创局下方 来到最左边这个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 我们的东北方向 我们要去到那 上天接到任务之后 这里会有一路火把 和一个营地 飞到这时候 我们向下降 再次会有一路营地 营地内部会有 日本笔记和 一路物品 我们来捡起来 捡起来就能 获得第一次成就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塔列宁之初 借着成就 这些成就 需要小伙伴们先做一下 他的前置任务 魔神任务和主线任务 小伙伴们肯定做了 如果按到魔术的求救 这些任务没有做 就跳到 接着合集的P28 然后下面这串 英文成就没有达成的话 就跳到接着合集的P31 如果任务都做了的话 没有拿到地的成就 那小伙伴就 把地的视频 跳到地的视频的 5分15秒左右 来继续完成 好 下面我们带大家来 做最后两个前置任务 我们来到地下主创区的营迹 来和这个塔列宁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他就要我们去找他的戒指 来我们打开地处 我们要回到地面主创区 来到天宗侠右边界的TP点 到了TP点之后 向畅向我们得东方向 这原来是一块大石头 把它打破之后会有一个跳把 我们跳起来 朝东方向积去 飞翼段 距离会尝尽一个踏把 我们踩上了 带跳一下 之后朝着东南方向 爬上这个桑体 小伙伴们爬的时候 参一下招度 让来之后 我们先来到这里 在天宗工作室 阅读一下这个训练手册 它到处我们黄金大道保佑 需要把时间调到凌晨的零点到两点 才能把它叫出来 我们现在来到那个任务 指引点 然后来打开判猛 调一下时间 调到凌晨0点到两点 之后吹吐刹 我们来把它击 击中打 好击中之后就能获得这个戒指 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回去 去地下创取 刚才的棋皮点 我们把戒指还雷嘎 到了棋皮点之后 直接抄前奖 来我们来和它对话 把戒指还雷达 好的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去做最后一支前置任务 我们来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巨渊主犯局下方借的提笔点 到了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向西方向 从借动口走进去 已经来了好多回了 下一项工作室 之后就能唱到这个任务接取的解释标志 我们来核地的渔人众对话 全部选一击的话 只用战斗一次 来我们拿它对话 之后给它的食物 给完食物之后 我们会和它战斗一次 再和它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这次来到临时主犯道 左边地的提笔点 到了提笔点之后 不用动方向 我们朝前 朝起 我们朝前飞 跟随任务指引来 到前面 内的地方 我们要去阅读一本 记 再接上桌子上 亮点 不然越多一家 哦是组文件 最后会出一波道保团 我们来把它击败之后 打开地图 围去找它们对话 交任务 居然主犯曲界的提笔点 我们走回去 我会跟上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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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来和它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就能完成建立任务 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最开始的这个体笔点 到了体笔点之后 我们静止操前走 然后它对话 点选择 如果只是讲故事的话 它就会出现两个选项 我们要全部点完 点第一个 它又会出现四个选项 把它全部点完 它点完一个会消失一个 要全部讲完 让面的讲完了 我们来讲下面 下面的会有两个 等到全部讲完 出现这句话 抱歉我有点头晕 就证明我们已经全部讲完了 然后我们装闭对话就行了 等到限时时间 第二天我们再来找它 就能直接获得这个成就 因为我的时间不斗跌的号上 所以就只能几千发出来了 剩下的是这个 残缘巨人圣语任务 我们可以在小博帐里面搜索 窝巨或者影乐园 它们有详细的那个 任务完成方式 好的这期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残缘巨人世界boss 以寄居蛇的成就 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一个 大剑角色 一个输出角色 还需要带背包里面 我们需要把那个流明金石装备上 绑极的流明金石达到十几 准备好这鞋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巨蛇沿洞右边界的TP点 到了TP点之后 我们直接朝西南方向飞 来找它 一样的小伙伴们可以看我 做一遍你们再来 来我们先把它激活 之后等它 上下方洞挖出去的芋泥的时候 我们跑到两块较劲的芋泥 来这儿绽放一下 流明金石 就能获得我们的第一个成就 一记巨蛇 还有的成就 是自视之蛇 让它没有算在天际望向里面 我会带小伙伴们在后面的 这里是操作饰品 等它吸取能量的时候 我们用流明金石 两边都绽放一下 把它瘫化 就能获得这的成就 下一个成就 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击杀一记巨蛇 拿到这的成就之后 我们的残炎俱焰 天际望向就拿完了 之后真心雪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